小季提供了一段视频比较短 大概三秒钟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一只盘子的边缘上有一只虫子 发现一只 我认为是蟑螂 但是就是一只爬行物 然后我们也拍了视频 因为出现这种事情之后 我是根本吃不下饭的 包括我后来我也直接出现了应激反应 直接就是一样看了 包括人都是有乐度的 小季介绍 当时他们四个人到嘉兴南湖区 八百半商场八楼的青蹄烧日料门店吃饭 买了团购平台上的四人套餐 花了368块钱坐在包厢里 商场里面它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会消杀 我们第一天消杀的 7号消杀的 8号出现这个问题 蟑螂出现 我们根本很好奇 为啥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问过消杀 消杀说是 这个东西不一定说是在你店里面生活 它消杀完之后 因为这个动物它闻到这个药剂的味道 它有可能就是在到处串 店长表示他们一个月消杀两次 他出事了9月7号的消杀服务单 他说事情发生后也自查过 店里没发现蟑螂 记者注意到 店里挂着一台电视机 播放的内容是后厨的监控画面 店长说后厨不方便让外人进去 他自己去后厨拍摄了一段视频 它一般就是在油桶底下它最容易出这个东西 因为蟑螂它特别喜好油的 所以你特别能看着油桶 对 而且就纸质的东西 它拿起来的话 它立马就跑出来 你看这是纸 拿起来它之后没有的 盘子底下 对吧 小姬表示发现蟑螂后四个人都没了胃口 当时负责人出来协调 期间还出现了一只飞虫 沟通人员就是来的时候 其实出现了一只小飞虫 那个时候他手挡住了 不让我和我同学嗨嘛 因为他怕影响不好 然后他那时候又说出现这种事情 肯定说好话的 对此店长表示 当时确实有一只飞虫 他判断是一只果蝇 就商量的话 就因为我之前也挺多关注1818黄金 也就是食品安全法就是不满一千 按一千赔嘛 就是最低标准就是一千 我们就想退一 然后就是按最低标准来处理就行了 他那方面的最后解决办法就是退一 然后赔我们一千块钱 我们这个是不同意的 我自己不会再来了 我也不会让我同学或者朋友来 刚开始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确实就是告证 就是既然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了 咱们就是把顾客解决高兴为止 但是你如果说你牵扯到钱财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不是说是客宿的问题 牵扯到法律责任 对国立案 他也是也有一个案件的 说这个案件成立了 对吧 你这个商家需要给顾客赔多少钱 小姬表示他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相关部门了 现在他希望得到一句道歉 小姬提供了一段当时协商时的录音 我们现在是不要赔上 然后钱 我们该付的付 然后这个视频我们该发的发 我们该找媒体找媒体 该干嘛干嘛 发视频 我给你 你手不要 发视频到最后 你手上可以 可以可以 结果可以 我就让你这句话 我现在就是这句话 可以 我们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 对可以 我不用 然后我就说不同意 那我们就发视频好了 然后他就 之前 直接就说了发视频之后 就可能性质不同了 所以我们 后来 因为听到这句话真的很奇怪 因为 我们感觉这是一种危险 有权利曝光和发声 你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发呢 打个比方 你说一下 这个餐厅是你的 我拍个抖音 拍这个东西是不是很不好 对吧 我发到抖音上 然后是不是性质很恶劣 对于小季想要的道歉 店长现场没有表态 另外 店长表示 小季他们消费的团购券 店里已经做了撤销处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呗 谢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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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ей Bana